這個大家比較沒有用過的就是知識圖譜 其實知識圖譜呢 在我們 那個什麼 我看一下 知識圖我沒有放在這裡放在另外一個 放在這一個裡面 知識圖譜有沒有 他其實台灣是比較晚登錄的 大概兩三年前美國的就已經先開始了 台灣的大概是 去年還前年吧 退出來 那 電腦玩物這個 部落格其實蠻不錯作者很認真 他就整理分享很多資訊有興趣你也可以看看 那麼 除了看這個文章之後我們直接來進到Google 我找給你看 找給你看你可能就比較清楚 比如說像 我們到Google網站 所以也許 有的事件有 有的人民地民有 但是有的可能沒有 那所以我們 先找大家比較常見的 比如像這個 周董的話 大家應該都認識嘛對不對 好 你看我點了他 平常 他的資料我相信網路上可以找到一堆 對不對 但是你都從哪裡找 是不是都從左手邊這樣找 沒有錯嘛 你平常有沒有注意過他的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 那 那 一般我們在找資料 Google很會找資料沒有錯 可是他一直有一個 小小的缺憾就是 像我們平常在看百科全書 我們 找了某一個關鍵字之後 他是會自動把相關的事件的 就是跟這個關鍵字有關 是不是整理在一起 我們在看的時候是比較方便 等於有條理 雖然這些資料 透過收據引擎也找得到 但是呢 你要個別去找 比如說你看 周董你就不知道他什麼時候結婚了吧 對不對 他爸爸媽媽是誰你一定不知道吧 他媽媽比較有名而已啊 買房子糾紛 他爸爸比較少人提到嘛 對不對 你看 有沒有 幾歲的 甚至 住在哪裡人家都知道嘛 然後呢 最近是家的這個配偶嘛 那你往下走 當然他的歌曲會列出來 另外呢 你再往下走 有沒有發現跟他相關的人 是也會一起列出來 大部分有看的可能就只看到這裡 沒錯吧 剩下的就各自努力了嘛 還要繼續往左邊繼續往下走 第1月第2月第3月 平常你們是不是都這樣用 不要客氣我跟你講 因為這個也跟他有關係嘛 對吧 點下去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當我點了之後 上面這裡除了這一列以外 有沒有發現右手邊 他的 資料也整理好了 有發現了對不對 再來 我們如果 王力宏一點 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是下面變他的 也就是說Google希望你做一件事 除了我幫你整理好資料之後 之外呢 你也可以怎麼樣 在同一個頁面裡面 不需要跳頁 平常我們說啊我要找 剛找完了周董 我現在來找 蔡依林 找王力宏 你是不是在上面就要打了 可是剛剛有沒有 沒有對不對 是不是在同一個頁面完成 等於說 他就幫你先把跟他相關的事件也好 或是 像這樣子 點進去 有沒有這個他的就比較少嘛 因為他的公開資料比較少 所以你就發現有沒有那個知識圖譜 沒有 這樣了解 因為這個部分是需要人工整理 但是呢 慢慢的資料會越來越多 會越來越多 所以相對的你透過這種方式 其實我們在找資料 就有點像我們在看百科全書一樣 我可能找這個關鍵字 我大概整個 事件的來龍去脈 或整個一個蓋關就有了 那你透過這個蓋關之後你再來 從左手邊的 真正搜尋出來的結果再找有沒有 可以幫助你更快找到而且找到更多的資料 所以這個叫做知識圖譜 這樣您清楚了 好